杠上财政部 台信到监院怒控 与民争利 公务员作为一个政府的特认官 作为财政部 可以来经营银行吗 哦 小了张营这块肉 台信金好痛啊 台信金与财政部的这包蚕斗 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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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是说这场蚕斗大戏天天上演 快搬个板凳来看看 现在演到哪一集了 继日前状告财政部违法 昨天台信金再奔监察院 陈勤财部违约 怒控财政部失职 进步履行2005年 标售张营的公文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 相关的整体资料 业钱 监察院能够 升级到一个 区替我们组织的文章 造成台信金控 以及20万股东的一些 重大的损失 当初台信金得标 拿到张营经营权 九年来都没问题啊 为何今年却很吊毁 财政部大动作 抢走经营权呢 财政部本身 就不是一个盈利机构 财政部本身 也没有经营好银行的能力 台信说 财政部才 找有能力的银行经营 那么九年之后 我们经营成功 现在财政部是要告诉我们说 它可以经营得更好 所以把经营权要回去吗 台信痛批 一个民主国家的财政部 怎会这样咧 这个主导整个国家的财政政策 而不是跳到市场来 比赠利 你知道吗 财长张胜和走上超淡定的 这台信要越监察越成绩 那个 监察宴我们也会经营去 看来这出戏 还有得演啦 动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合报导